我操 我操他XX的BB蛋 香蕉你個拔蠟 Hello 大家好 上次講到小日本 我跟你們講 大佬實在是超衰 我跟妳講衰到不能再衰 我其實就訓練完開始放飛 在日本放飛機長Captain之後 才大概第三天 我記得第二天還是第三天 我就當上公司的黑名單綁手 你知道大佬幹了什麼事情嗎 我跟妳講 我們公司SkyMark的副駕駛 都是2008年的時候 日本航空JAL就破產倒閉 他就Lay off的一群副駕駛 他是從55歲以上的先砍人 那我們公司SkyMark 天馬航空就把這些人招過來 然後簽了合約 因為他們都老人家了 所以他們簽了合約就是 你來我SkyMark很悲 你到退休前都不能升機長 所以這群人來 他就是我一個屁股坐在這邊 我就是大屌而不甩 我也不管什麼事情 反正我也升不了機長 他做事也不負責任 就這樣子坐在那邊 所以我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國家飛過 因為副駕駛都很喜歡飛 都喜歡落地 SkyMark在日本 我是唯一一個公司 副駕駛不喜歡飛的 真的我每次要給他飛 他說不要你飛 因為少飛就少出錯 你知道在日本 日本人的民族金是非常重 所以他很排外 我們這種外籍機師 他是很瞧不起我們的 然後我報到的時候 通常因為我們是老外 我們認不得副駕駛是誰 誰是誰我們認不得 但是副駕駛一定知道你是誰 因為他知道機長是外國人 所以他認你一定很好認 我飛了二十幾年 我會領悟到一個道理 報到的時候 副駕駛就很開心這樣子 或者很友善打招呼 Hello Captain I fly with you today 然後這樣子打招呼 大家就很開心 你就會知道今天是個 easy day partner不錯 我很少很少 嫌少真的嫌少 遇到報到的時候 副駕駛不跟我打招呼 我還要到處去找副駕駛 找到人之後 他也不說 How are you? Good morning 什麼都沒有的 我跟你講 那一天就是 剛放飛第三天 報到的時候 櫃台就只有我跟他兩個人 還沒有其他組組員 就我跟他 他看到我 大條二不甩 也不跟我打招呼什麼 那我還跟他講 We fly to Fukuoka today 對 我心裡就已經有點不爽 然後 我們飛機上的頂板 面板 overhead panel 全部都是飛機的系統 這些系統 你如果要去動 都一定要機長同意 兩個人confirm才可以動 尤其是油 電氣 你油的開關 絕不能亂動 你油Bump一關 發動機吃不到 油不熄火 電也是一樣 電不能亂關 氣也不能亂關 一關不就施壓了 所以油電氣這東西 千萬不能動 然後我在滑行 他突然手過來 啪啪啪 關了我的Q Pump 他要做程序 但是這個程序 你理當要跟我講 我們confirm OK switch 這樣子 他不講乒乓就不動 我就超火 你知道嗎 我就說 你為什麼做這事情 不跟我講 他說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大家都這麼做 我說這個有東西 叫做SOP 他就不屌我 我就跟他 大眼瞪小眼 一路瞪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他超級不爽 他一直在堅持 我做這事情 就是不用跟你講 我能做我自己的事情 好 落地之後 我幹了我這輩子 我到現在 我飛了23年 我就趕過一次 副駕駛下飛機 真的 我一落地 我就說 Get the fuck out of my plan 滚 我就出去打電話 給公司 我說副駕駛 剛剛 動我的那個 郵邦譜在滑行的時候 沒經過我同意 這是很危險的 違反超速程序 我說我沒辦法跟他飛 拒飛 我就在福駕把他趕下飛機 然後公司就在福駕 抓了一個待命的副駕駛 上來跟我飛 我跟你講 就這件事情 得罪公司 我四年多以來 一直在 好 這件事情 大概兩三天 整個公司就傳開了 所以我就到公司一報到 老外都這樣 不錯喔 Good job喔 你竟然敢把老小日本趕下飛機 所以我跟你講 大老也不是省油的燈 你不要惹我 不要騎到我頭上 你騎到我頭上 那就沒什麼好說了 我跟你講 我大概飛了兩三年後 有一次上班 又有一個副駕駛 又不打招呼 就我們兩個在那邊 你不給我打招呼 一副一把眼睛 長在頭頂上的樣子 搞不清楚誰是機長 誰是副駕駛 我就超不爽 但我就沒有不爽什麼東西 但是大家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對不對 我做我的事 你做你各自分析分空 就到不同步相為模 我們還是繼續飛行 好 就飛巡航的途中 我們那一趟是飛 新潜水大概三個小時 巡航的時候 因為巡航沒事做 儀表就很髒 我就拿衛生紙插儀表 你知道小日本翻臉 你知道嗎 他坐在右邊 我翻臉 No 我就嚇到 什麼東西 你跟我弄什麼東西 You cannot use paper 我說我不能拿衛生紙插儀表 你要我拿什麼東西插 他說這個要機物 要機物人員 我專門插那個東西來插 我就說 那我如果現在就 這螢幕就是很髒 我看不到的 我沒辦法落地了 我要不要插 他說不能插 我不嗆出我的悲觀 大家都服不了我 我說我737 飛了8000小時 你飛737 飛了多久 你跟我講 我737 是在波音原廠受訓的 波音原廠的教官 原廠的教官 就拿著衛生紙在那邊插 你告訴我 波音不能這樣子插 他說 那個公司有規定 我說好 公司有規定 規定在哪裡 你跟我講 你翻出來嘛 他就 要翻規定 找半天 找不到 好不好 然後呢 他就有點惱羞成怒 他就說 你剛剛起飛的時候 也違反公司標準操售程序 我說我起飛時 我會反什麼標準操售程序 就是我們起飛的時候 那個油門 到起飛推力的時候 那副駕駛會喊 take off thrust set 那標準操售程序是 我們什麼話都不用講 那小日本就說 我要講Roger 我沒有講Roger 我就說哪裡哪裡規定 你喊完之後我要講Roger 我說你只要翻得出來 我明天就辭職不幹了 我跟你講 大佬在小日本飛的時候 書讀得非常好 非常會念書的 我就要念書才能保護自己 你們要永遠都知道這一點 知識書籍是保護飛旋的最佳工具 然後他就翻翻翻翻找不到嘛 我就當著他的面 我就跟他講 只有兩個副駕駛抱到時不空我打招呼 一個是某某某被我趕下飛機 我說你what is who is the other guy 他說no 我說the other guy is you 然後我又跟他講 we can do this easy way or I can do this hard way 那副駕駛一聽完 嘴巴跟那個褲子拉鍊拉起來一樣 一句話都不敢坑 因為他沒有權利嘛 就是公司的程序規定就這樣子 我跟你講我在日本真的是 憋啊 真的是憋 我上次跟你講 Skymark的老闆 你知道他是搞電子產業的人 他就對飛行完全不搞 我跟你講外行人來搞內行人的東西 就是一句話就是他媽亂搞 上次不是跟你講過嗎 我們Skymark飛行員 飛行員是不用穿制服 我每天都穿球鞋上飛機穿破牛仔褲 就是因為他在機場看到飛行員這樣很帥很帥 跟妹聊天 他隔天就說所有飛行員不准穿制服 然後呢 他在公司有很多小密碼 那他只要知道飛行員下班之後 跟哪一個主員出去 他就把那飛行員開除 然後呢我們前艙跟後艙都住不同半點 就是老闆羡慕嫉妒恨 好我跟你講 我們飛行經常會有搭飛機去哪裡接班 一般來說我飛過的所有航空公司 只要主員 Positioning去接班的 大部分都是你先上飛機 因為你主員通常有行李嘛 你就先上飛機把行李全部放好 你就坐在那邊沒人知道嘛 那我穿的制服也不好 或者客人都上完 你才那邊拿著大包小包 那在那邊也不對 有一次呢我叫Positioning 我就主員嘛 搭飛機到神戶去上班嘛 然後呢就帶著大包小包嘛 我跟你講 這人哪人哪水 性不怕那誰才鬼 我就要接班 那搭飛機到神戶 然後呢譬如說下午兩點鐘登機嘛 我就1點40差不多 欸櫃檯有人了 但還沒開始喊登機 我就要先拿行李 就先去登機門要登機嘛 有一個老頭叫住我 怪怪怪怪 我看這老頭 這老頭有點面熟面熟 我就問副架子 欸誰啊誰啊 他說老闆 老闆在旁邊叫住我 我就有不祥的預感 他說怪你幹嘛的 我說我是737的captain 我要到神戶去接班 他說那你幹嘛現在上飛機 我說因為我是家機組組員嘛 Positioning我要去接班 所以我要先上飛機放心你啊 他說誰准你這麼做的 噼啪 現場先把我削一頓 我就在那邊夾蛋 在旅田機場夾蛋 被老闆罵 我罵完 老闆說你最後再給我上飛機 他自己一個人就 他罵完我 他就自己跑上飛機 我先上飛機 他就不爽把我嚇一頓 然後呢 我就坐飛機到神戶嘛 神戶落地之後 我要接班嘛 我就出機場 哇 神戶的站主任 就出來迎接 我想說哇靠 老闆來站主任出來 要迎接老闆 結果不是 站主任不是迎接老闆 他看到我 You are Captain Wong Captain James 我說Yes 神戶站的站主任 把我叫去 他說 因為老闆剛剛一上飛 就打電話給站主任 等一下呢 王機長會過來 你把他叫出去 叫他寫悔過書 我就這麼衰 把老闆叫我寫悔過書 我說寫什麼悔過書 他說你要給我悔過 不准旅客人先上飛機 我就為了 我那一天啊 你知道 我就必須要為五斗米折腰了 沒關係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你知道 我就已經衰到這種程度 你們這很衰嘛 然後呢 這些事情就傳開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那幾天我就碰到 不管就算我遇到小日本 有人都跟我講說 我們公司搭飛機 不能先上飛機喔 我說對啊 那我呢 就衰 因為我比老闆先上飛機 他就不爽 他就說 就不准 所有人看到我 都覺得我很衰 好 我告訴你還有多衰的事情 我被叫去寫悔過書 不到一個禮拜 大概第五天的時候 我們公司呢 就有一個機長 日本人 他就拿行李 要放行李箱 放上去 然後呢 因為飛機客滿 上面空間很窄 他機機機機 然後沒擠好 行李掉下來 然後扎在客人頭上 客人客訴 老闆 隔天馬上放一個通告 所有組員 不准 最後上飛機 一定要在Bolding之前上飛機 絕對不准 客人登機之後才上飛機 誰敢遲到試試看 因為怕最後上飛機 請你放好會掉下來 弄到客人 然後影響觀摘 我操 我操他媽的BB蛋 香蕉你個拔辣 五天前 你他媽把我罵得跟狗一樣 說我不准 先上飛機 還寫個悔過書 五天之後 你他媽發一個通告 告訴全公司的他媽 不准最後上飛機 誰遲到誰他媽受罰 我他媽悔過書白寫了 好我告訴你 小日本你過來這一套 我也他媽不是省油的燈 對不對你不要騎到我頭上 我就不爽 我就 我也寫一個報告 我說第一個我在幾月幾 要發生這個事情 公司SOP 我沒有規定主員 要最後上飛機 你怎麼能處分我 第二個 你現在還發一個通告 說我能做到 在客人之前要上飛機 那我是follow公司的政策 對 我跟你講我file這個report 公司就直接不回我 我還註明 要回覆我 公司就是不回 我跟你講小日本就這樣 對他有利就是有利 對他沒利的他就不干 好我跟你講 那日本真的是 因為他們民族性很團結 對我們老外 他有時候都不適合聽 知道我在skymark的時候 我們在飛機上 我如果要喝一杯咖啡 是要付一百雁 才能拿一杯咖啡的 我不付錢是喝不了咖啡的 所以我在日本 飛國內線都是一落地 地停的 我就先出去 因為日本機場都很乾淨很漂亮 到處都是販賣機 我都去投兩罐一百雁的咖啡 投兩罐上飛機喝 我進了駕駛艙 拿了自己買的咖啡 我跟座商長說 欸給我一杯冰塊 他就直接回我沒有冰塊 我就說 我們要載客人 你飛機上怎麼可能有沒冰塊 他說對我們飛機上就是沒冰塊 我看我的媽不爽 你知道我就超不爽 你可以態度對我不好 但你不能說謊 我就直接 椅子一拉走出去門後面 我就看有沒有冰塊 在廚房我就看到有冰塊 我說明明有冰塊 你跟我講沒冰塊 你這就是騙人 結果座商長就說你要冰塊可以一百雁 我說 為什麼冰塊要一百雁 公司有要賣冰塊嗎 我就沒有聽說冰塊要賣錢 他說 因為咖啡一杯一百 要買咖啡才有附冰塊 所以Captain你要冰塊的話一百雁 我會送你一杯咖啡 我聽完崩潰 我就沒辦法 我說好冰塊我不要 但我要寫你報告 寫你報告與冰塊不關 是因為你說謊 你怎麼能說謊騙機場 對 然後我超氣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我見不得歪口齊床的事情 真的嗎 不正不義的事 我看不過去 我落地就要寫報告 我寫報告 然後人家就看到我要寫報告 就說 Captain千萬不要寫 Skymark天馬航空 從來沒有機場寫過空服員報告 我就說 我們當個飛行員 我跟你講在日本當飛行員 我真的很憋 我真的很憋 副駕駛可以寫我報告 空服員寫我報告 我被空服員報 寫過多少報告 地勤 可以寫我報告 機物也可以寫我報告 我把他到處亂寫報告 我把他接了不知道多少報告 你知道 我們譬如說 早上七點要起飛的飛機 艙門沒有關 就要寫報告 你知道嗎 因為空服員準備時間晚了 但是艙門沒關 會被寫報告 他就寫報告說 Captain晚到 我這樣子也被人家陰過 然後呢 要後推時間沒算準 我也被小日本寫報告 關我屁事啊 機場繁忙又不是我不後推的 我也被陰過 全世界都可以學我報告 就我機場不能寫空服員報告 我說沒這回事 我要寫 結果老外幫他打電話給我 欸 James不要寫 我跟你講你一寫 以後我們所有人都沒有冰塊可以吃了 因為我叫我一寫 下一個公告公司一定100%就會發 以後飛行員不准拿飛機上冰塊 好吧 我為了顧及大權 好不好 為了顧及所有我們外籍機師 吃冰塊的權利 我就忍了 我就忍了 我吞下來 好不好 然後呢 我跟你講我們公司就 小日本真的很愛 一有事你就發通告 有一次我休假回來 回日本飛 我要在架舱裡面 我就要喝咖啡嘛 那突然 座商長就說 架舱現在不准喝飲料 我說靠 現在那麽連飲料都不能喝了 之前100円 你還一個杯子一杯咖啡 現在架舱半不能喝飲料 我說不能喝飲料 那喝什麽 Battle 有蓋子的飲料才可以喝 我就知道這一定不對勁 我就問副駕駛 發生什麽事情 有個機長在架舱喝咖啡 結果亂流 把咖啡打翻在那 儀表板上面 公司隔天發通告 不准喝星巴克 然後呢 你知道我們公司 就有很多老外 那尤其是美國人 真的忍受不住小日本 老外有個老美 他就不幹了 他不幹他最大 他不幹之前 就故意就買一個星巴克 老外就拿咖啡 競駕舱 座商長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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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tain no 機長說fuck you 就比中止 然後座商長就進來說不准 他說滾 你寫我報告 把門關起來 然後那個機長呢 就在架舱 跟一個星巴克杯子 比了一個中止 然後我跟你講 我們所有 我們所有老外 都恨公司 恨到不行 我們skymark 架舱有個垃圾桶 垃圾桶比你的頭還大 我飛了七個國家 我從來沒有看過駕駛艙 可以放垃圾桶的 駕駛艙怎麼放垃圾桶啊 你一個亂流 那垃圾桶 幹嘛就灌在你頭上 變成安全帽了耶 駕駛艙怎麼會有垃圾桶 這種東西呢 然後呢 我們的老外 就看這個垃圾桶 看得超不少 他就呢 座商長進來 他就把垃圾桶拿出去 我駕駛艙 你不要有垃圾桶 把門關起來 你知道座商長就把門打開 把垃圾桶放進來 然後呢這老外機長就把門打開 垃圾桶丟出去 座商長就打開 就把垃圾桶放進去 小日本他媽很狠的 座商長耶 兩個僵持不下 那老外機長就 好沒關係 關門嘛 好沒關係 垃圾桶在我家的艙裡面 飛機後推 push back 後推之後 他就把氣氧器窗戶打開 就像垃圾桶這麼大一個 從窗戶旁邊把垃圾桶丟出去 直接丟在機坪 丟 往機物的頭上 丟 門關起來 走 飛回那個雨田機長下班 心裡一拉 不幹 在日本這地方能夠撐得住老外 都是都不簡單的 好不好 好我們公司 開除過一個老外機場 你知道日本有規定 就是剛放飛的機場 就算你已經放飛了 但不管你放飛多久 你一定要另外做一個考核 這個考核就是可以給副駕駛 飛的考核 要進模擬機做這個考核 這模擬機訓練就是訓練什麼 就是訓練 他就假裝落地亂落 那你機長要能夠馬上接手 要起飛 他就故意拉 感覺拉很大 感覺要扎尾橋 你要可以接手 或者速度還沒到 就拉桿 他要訓練你各種狀況 就副駕駛亂搞的狀況 你都可以接得了手 要訓練這個 那你訓練完才能給副駕駛飛 我有一次我們飛機晚上夜航 在雨前機場 要進場落地前 下大雨 機長那一側雨刷壞掉 沒有雨刷 所以機場就沒辦法落地 就看不到 就看不到 那副駕駛很資深 副駕駛也七八千小時 飛了十年 他就安全起見 給副駕駛落 副駕駛也落地 飛機什麼事情都沒有 因為我們飛機都可以紀錄都查得到 小日本都會去查 這趟誰飛的怎樣怎樣 落地機長有寫機物report 就是說雨刷壞掉要修 這公司就知道說 雨刷壞掉那誰落地 副駕駛落 那你違法給副駕駛落 公司就把這老外給開除 那公司就又發了一個公告 公司給的理由是什麼 公司說遇到這個狀況 你們應該到某個地方待命 然後機長跟副駕駛換位置 機長坐在右邊 右邊雨刷是好的 那你就可以落地 但我就想到 那你在空中兩個人換位置 那你換位置的時候 你總是有一個時間 兩個人都不在位置上 對不對 你這個時間 兩個都不在位置上的時間 飛機要是就你這麼衰 進步啊誰菜歸的衰 發生事情誰操控飛機 我看小日本就是腦袋有問題 我再跟你們講一個故事 你知道我飛行23年 我從來沒有 就沒有遇到過任何一個 我相信大部分 99%的飛行員都沒有遇到過上班 然後你的partner 你是機長 然後你的FO睡久上班 然後吹酒廁沒過被抓走 我告訴你 這事情還真的發生在我身上 我跟你講我民谷那一次就這樣 早上一大早很早 大概6點報到 我就5點55左右 就到飯店大lobby 看不到副駕駛喔 我就想他可能遲到 我就等等等到6點5分 6點10分還沒下來 我就人呢 我就問櫃台 我說我的副駕駛 另外一個機師 他說他已經上車 飯店的街車上了 我心裡又超巴不爽 我當機長我都會等你 你怎麼副駕駛一個人就 就先上車也不打招呼 我就想 我就算了算了 你知道我就 你心裡叮了我就上車 我就想說 我上車看你會不會跟我say hi 結果我一上車 他就這樣子 連正眼看我都不看喔 連嗨都沒說 我心裡就完了 我想好吧 那這樣我們大家公事公辦嘛 那我就報到 然後叫吹嘛 我當然就先吹啊 壓下去 我們都要互相給對方看 他就這樣子 給我看 我就覺得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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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econd 我就覺得他手沒有按那個按鈕 我說你有按嗎 我說你再試一次 我說這個要push 我就拿著按著push 結果他一吹 我說wait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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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OK Here 我就壓下去push push 他就push push push 我這一輩子 我還沒有看過那個酒測機吹出positive的 然後這個時候我才比較接近他 我就聞到他全身酒味 我就哦 恍然大悟 為什麼我報到時候他上車 因為他不敢在大廳等我 因為他全身酒味 他怕我聞到酒味嘛 那他在車上不敢跟我講話 他怕讲话味道出来 所以我就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他是怕我知道他喝酒 然后天派在那边 小日本还想cover他 你知道我说 你以为日本人 做事都一板一眼 横手规定 这个时候日本人就cover自己人的屁股了 我跟你讲 我就说不行 他就套上管子 我叫他吹 啪一吹 0.24 那没办法了 我就打掉给公司 公司就把他停飞 抓一个待命 这个在全世界各地 你叫吹酒册 铺一个没过 我刚才直到根本就被吊销了 你知道这个副驾驶 他当下酒册没过 喝酒跟我道歉都没道歉 公司连民航局都没报 他只被停飞三天 就继续飞了 三天后继续飞 传一封简讯给我 我跟你讲 我的简讯留到现在 我是BC761 First Officer 冰田静泰 今天因为本人的措施 造成你临时必须执行761航班 实在非常抱歉 如果你明天也会与王机长同航班执行的话 麻烦请您带我向王机长说声抱歉 感谢你的帮忙 等一下 根据他这封信的内容 这个小日本还不是跟我道歉 这封简讯还是给那个副驾驶 我很抱歉 害你被抓了 对不对 小日本真 我告诉你 我最后是怎么离开Skymark 我跟你讲 我先告诉你这个时期的悲逛 那个时期 我们Skymark在2015 我已经忘记3月还是4月的时候 突然 因为老板就有病 他要买380 然后380还没来之前 他就租了四架还几架的330 就拿大飞机飞国内线 根本载不了客 跟父亲航空当年一样买330 就载不了客就倒了 我们就付不出钱 某一天早上 所有330就被人家查封 然后公司就宣布破产 就真的 那因为公司有破产保护法 所以公司叫破产 还可以继续因为政府会接手 所以即便公司破产 我们那时候 航班是不影响 除了330被查封之外 我们班还是继续飞 所以那时候所有老外都开始找工作 我那时候已经考上虎航 你们要了解这个背光 你知道就大佬在离开每一个公司 或者离开每一个机种 我很多情况下 我是不知道我是最后一趟 我在日本的最后一趟 波音737的最后一趟 那就是我人生到目前为止 最后一趟的737 我也是没有准备了 我就突然被公司打电话来说 你明天班被取消了 然后搭飞机回来 Positioning 搭飞机回东京 开TRB 叫做Disk Plan Review Board 纪律检讨会 就是你犯了纪律上的问题 人品有问题 回来开会 我擦我妈 小日本又搞什么事情 我最后一趟飞福岗 我就很衰你知道吗 你知道日本人到处都在骑脚踏车 日本到处都在骑脚踏车 到什么到处乱骑 有一天我飞福岗走在路上 就被后面骑脚踏车 把他撞倒 那我撞倒就全身就不舒服 马上去医院 那我就要跟公司请假 公司就认为我请太多假不准请 然后公司可能就起堵烂了 那隔天就打电话给我说 你明天今天班取消 公司已经抓别人飞了 你坐飞机回来 开纪律检讨会 我就想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要开纪律检讨会啊 好 莫名其妙搭飞机回东京 那我搭电车到我们总公司 找飞行处的副总开会 你知道小日本他妈整我 他拿出我飞行data 他说你昨天 浮缸落地的时候 一万尺的时候 飞251海里 我超速一海里 要停飞我 法规规定 一万尺像250海里 所以我超速这一海里 超速是违反民航法 他要报民航局 然后因为是开纪律检讨会嘛 他就拿一个录音机发那边 哇靠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火了 我也不是 如果你知道吗 我这手机也拿出来放录音 你知道他就跟我讲 你凭什么录音 我说我凭什么不准录音 你能录音 我为什么不能录音 我跟你讲 大佬不唬烂 这个录音档 我到现在还存着 Skymark Folkua会议 So this is from memory 好我们刚才讲 This is from memory 我在讲什么 就是讲他就问我操作 为什么超速超一比 好 他说要举报我 我就说好 你去举报 我跟你讲 我把这五四年多来的 所有的气一口就出 你要举报我 可以 几年几月几号 副驾驶某某某翻出来 酒醉 驾鸡 你报民航局没有 你要报民航局 对不对 我有报告 我就飞行箱里面拿出来 报告拿出来 我就一样 甩在他桌上 因为我已经不干了 不干的最大 甩在桌上 报啊 一起报 我说一起报嘛 我超出预理你报 我这个喝酒的你不报 主管 一句话都没有讲 一句话 坑都不敢坑 会议结束 但是那一天 我马上跟我们重介公司讲说 我不干了 现在总要讲一点 带一点知识性的东西 飞机是这样子 飞机 噴射机是飞得越高 越省油 所以你们有这个概念 所以快进场之前 我们如果能够越晚下降 就越省油 你早早下降 你就会比较耗油 通常我们从开始下降的点 飞机开始下降 如果你可以一路下降 维持这个三度下滑脚 到机场 代表你很厉害 你算这个飞行计划算得非常精准 你脑袋是一个超强的CPU 它一直在算一算 这个要有基因 跟你真的很会飞行的人 当然这是很理想状态 当然有时候航管会叫你怎么改屏 在哪里改屏 那是一回事 就是说最理想状态 我们都要一个很会飞的飞行员 你很会计划飞行员 是你从top of descent 开始下降点 开始下降 你就是一把油门 说好 你不要这样子做step descent 不要这样下降改屏 从大油门 一改屏油门就上来 大油门会怎么样 是烧油 还有你提早就下降 早早下降 那谁都会飞 你放这猴子在上面都会飞 对不对 这是最没有飞行技术的 没有飞行精华的 我跟你讲到日本之后 你知道小日本飞行是怎样吗 还没到飞机计算的下降点 早早的五分钟前 它就开始下降 我就想说 我每次都跟副驾行 喂喂喂 你太早下降 你这么早下降干嘛 烧公司油 小日本的理由就说 找下降安全一点 那你这样找下降安全一点 那妈放只猴子就来 我跟你飞干嘛 这不用大脑飞行嘛 然后呢 像对我这种人来讲 就是最后到盲匠的时候 你最好一转弯 一切 一败 就跟倒车路库 一败进去是最好 小日本不是 它一定要 就是最后进场之前 它一定要平飞 至少平飞个十海里 捅大油门 拦截进场 那就不要你们 放这猴子来就好 对不对 是没有完全没有飞行精华的 我这妈没办法接受 好不好 好 谢谢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拜拜 请按赞 订阅 加分享 FD 行人机长 共同占目式 飞行管制 GIG 推迹这一七八级